苗栗这位无形男子开车准备要右转 不过以时速上百公里直接撞上路旁电线杆 车头当时全毁 而男子是死亡 我们立刻连线朱贤明告诉大家 先明请说 好 但您看到这一起的悲剧 苗栗的一名男子开这部蓝色轿车的行进这个路口的时候 原本要右转 结果完全没有减速 以时速破百公里速度直接撞向了电线杆 可以看到现场整个车头是全毁 当时人都被卡在里头 就连电线杆也整个都被拦腰撞断了 而当时这名男子被送医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了 而他的家属也就是孙子 赶到了事发现场 赶到情绪非常的悲愤 怎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 看一下现场状况 发生意外之后呢 警察人员赶到了现场 赶紧用破坏器材来把卡在驾驶座里面的 无信男子给救了出来 但是由于强大的撞击力道之下呢 就连电线杆也整个被撞毁了 因此男子呢 当时被卡在车内已经重伤不治了 而他的孙子呢 以及他的太太赶到现场之后 感到情绪非常的悲愤 因此呢 不断的猛敲车子 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意外呢 根据目击者说的 当时呢 这名男子的开车呢 明明这个路口 根本用时速上百公里的速度 根本就转不过来 结果就拦腰撞断了电线杆 导致呢 无信男子呢 伤重死亡 主播 好 右转时速破败 有男子呢 撞电线赶是当场身亡 谢谢您 连线报道